好的 歡迎回來月視界喔 那上這支影片之前呢 上部的影片想要跟大家說聲抱歉喔 我忘記先開軟體的過程中好像有錄的 就先按到錄影的錄影鍵 結果導致我前置作業在打文字檔的時候 就提前錄了 那我也不知道 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我想說 聽起來 我點後面聽起來沒問題 我就把它上傳了 那在這裡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今天呢 針對所謂的無課猛將喔 到底只能練誰 來到下部喔 那下部其實本來要找 其實還有一隻角色是 在九線蠻常出現的三邊子龍 然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個 他也蠻會玩 然後玩的也比月視界厲害 一樣都是無課 然後他練的應該是 極限的魔旅布搭配神趙允 那如果說有在練魔旅布跟神趙允的夥伴們 也可以去參考子龍的裝備跟配法這樣子喔 那這裡呢下半部要提的是說 那我後半部資源應該去做哪部分的集中喔 包括說天命喔 天命月視界會建議大家所有的武將騎滿 只要能開的武將一定要把第一招開滿 除了像小喬沒有天命之外 所有的武將一定要把天命開滿 天命...呃...應該說第一集開滿 不好意思喔 第一集開滿 為什麼第一集開滿可以增加10%抗爆 這個10%的抗爆的數值是非常相當之高喔 那...就算你用寶石去撐抗爆4級的話 才2.4%吧 所以說...這裡的10%是相當之高喔 那另外... 起碼你所有的... 非主力打手的副將 至少都要上到紫將 那主力打手呢 比方說我現在開始慢慢的去轉身旁喔 那我可能就要思考 我如果去把那個... 凡夫人的那個等級練高喔 那... 咻... 每周必買的這個中狼降硬的部分也要買 然後... 效位部分可以透過賣掉那個... 非必要死的那個副將 紫的副將 來去做...呃...取得動作 那...所以說其實副將的話呢 除了主力打手之外 其實他可以先用紫將做替代 紫將一集出來就做替代就可以 然後先把你的主力打手給升好升滿 另外看到所謂戰馬的部分一樣也是 專門就升你的主力打手 所以說...呃... 你要把戰馬往上升 你就必須要把那個關卡給打好大家滿 那同關之戰 就...會...呃... 有關於同關之戰 同關的部分呢 就要看你的那個... 包包裡面的武將到底有多少 然後可以互相做搭配喔 也就會顯示出來說 今天除了武將之外 肥料...然後觀印都是... 其中的關鍵之一喔 都是其中的關鍵之一 所以說...呃... 通關這樣要升星 還是需要看個人的那個... 花了多少錢 那如果說不花錢的話 就要慢慢的... 神慢慢的去打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說你越快通關越多的話 你可以拿到資源就會越多 所以...所有的玩家都要謹記一點 拿到資源才是... 非常迫切重要的喔 不管你是有客或無客喔 拿到完整的資源 越早拿到 你越能享受資源 給你的... 領先別人的一個... 所謂的... 差距存在這樣子喔 那另外... 專屬也是要有 專屬不要說所有的武將至少開兩格 那接下來部分就專門針對同一隻武將 開到四格開滿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換你的第二打手 但是對於... V-0玩家來說的話 像困難是說 我如果說我要升寶石 我就可能... 還需要這個所謂的... 十字星破跟月亮石 那我要開... 解鎖的部分 我還是要十字星破跟月亮石 所以說... 前期的話 有的話就先升一顆即可 然後其他部分慢慢的去... 先把這個... 第四個... 控格給打開會比較好 那其他的那個... 呃... 打手的部分呢 可以都先開兩格就好 可以先開兩格 然後塞上紫色的寶石即可 那另外喔 對於後期來說 最重要就是等級突破 那等級突破 又有提到的就是 六隻十三星的部分喔 那你... 更快的等級突破 你的那個... 整個... 樹脂硬體都會往上做提升喔 也可以幫你把整個... 攻擊力跟那個... 防禦往上做提升 拉提的動作 你在場上的續航力 就會往上做提升喔 所以說... 後期來說的話 等級突破又要有很多的... 降星石經驗 武藏經驗跟這個... 銅錢部分喔 那需要更多的十星來去支援 突破的條件部分 我不知道突破條件是什麼 但是好像... 有牽扯到你包包裡面 有幾隻十星 十一星 十二星之類的喔 之類的 所以說... 後期來說 當你來到一百... 八十等... 一百八十等... 一百八十八十五等的時候 就會出現君主喔 請你善用君主的結翼喔 那結翼請你結... 跟你最強的武將喔 來去求更好的輸出 在南蠻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打出個那個... 比較漂亮的成績出來 不管說是南蠻啊 聯盟科技 聯盟敵將的部分啊 幫你把輸出往上做提升之後 你就可以更快或縮短 拿到獎勵的部分喔 所以說... 無課玩家必須要... 最終最終警記幾點喔 我如何... 這已經來到後期了 前期其實就是講的是 要有福祉 要有那個... 陣法 然後... 鍍魂的部分要起來嘛 那寶物也要拿嘛 那... 其他部分就... 再多做那個... 贅述 那後... 更後面來說的話 我如何更快的... 得到六支十三星 為什麼六支十三星 因為... 六支十三星我才可以... 呃... 做等級突破部分喔 等級突破部分喔 那... 所以說... 我要... 不管十二星或十三星都需要很多的觀音喔 所以你一定要熱衷去參與... 呃... 漢宗的部分 那漢宗有個小技巧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說當你的... 呃... 伺服器的人非常之少 那主力角色... 呃... 呃... 課長呢... 又不是很給力的話呢 請大家盡量集中在兩路喔 然後... 系統當然會安排 把剩下沒有... 上限的人 集中在另外一路 那此時的話呢 你有在玩的角色 起碼都會比... 應該來... 正常來說可能會比... 沒有在玩的角色會... 會... 強一點點喔 那只要你集中火力在同一個點上做突破的話呢 你就比較有機會去贏 或者是說你有機會... 可以... 呃... 贏多一點這樣子喔 贏多一點這樣子 所以說... 來到最後即便你已經... 等級突破了 那... 當下你面對九州跟同關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很多的... 十星將的部分喔 十星將除了等級突破之外呢 九州跟同關都需要 所以說各國部分起碼要有... 兩三隻以上的那個十星將會是比較好 那以上是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 呃... 猛將... 不見得只能練這所謂的... 鼠冠也好 或者是張寮也好 或者是... 呃... 神兆 當然還有那個魔女布也是可以練 但是魔女布的取得方式就是比較不易喔 所以也有人去練那個魔董卓 當然也有人說魔董卓會被打爆 那被打爆的原因在於說 魔董卓搭... 之前的魔董卓搭配這個所謂的... 呃... 蜀國的那個龐統 他都是幾乎是打前排的 但是其實... 呃... 蜀龐統的進了其實還蠻... 真的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那... 當然... 一樣打前排的那個... 魔女布跟神兆雲 還... 先天上來說的話 他們的輸出本來就應該會比魔董卓還要再高... 高上一丁點了 但是我覺得... 你玩深魔三國 這不是每個人都玩同樣 然後大家都玩那個... 那就玩機器人就好了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可言 我們應該要找出更多的... 配對方式來去... 呃... 提供玩家有不同的玩法 那我會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玩家 有其他的新的玩法 那會再... 呃... 製程影片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人 歡迎在右下方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影片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最後最後呢... 呃... 分享一下新的禮包嘛 SPEAC666 SPEAC666 看一下能換到什麼呢 10個... 呃... 隨機降魂 然後奪寶券跟88萬的銅錢的部分 那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 斗內月世界一杯飲料 請我喝飲料 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